哈喽大家好 2020我们要靠做短视频挣钱 而且是在我们的YouTube视频上面 赚到我们人生的第一桶金 大家可以看到每一个神话故事 它的播放量都是在一百多万 几万 播放量都是在几万以上 那么制作这样一个中国神话故事 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简单到哪一种程度 只要我们有手就可以 我们只要有一部手机或者一个电脑 那么我们就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视频 我们的新手朋友们 一定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看到最后 比你想象中的做起来还要简单 只要跟着小鱼儿的步骤往下走 2024年我们同样是用AI工具来做视频 我们只需要复制链贴 我们就能做出来这样一个视频 话不多说 今天小鱼儿就带大家一起来实操 那么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 我们用到的只需要三款工具 一个是我们的Chat GPT 一个万能的AI工具 一个写文案的一个超级厉害的一个AI工具 第二款软件呢就是我们的米尖利 上一期跟大家讲过了米尖利如何会图 如果米尖利会图这方面还有什么问题的 大家可以看我的上一个视频 第三款工具呢 第三款工具就是我们的一个简映 就这三款工具 就十分钟不要我们就能出一个视频 Let's go 我们一起来操作吧 今天小鱼儿会讲的非常非常的细啊 希望我们的新手朋友们 要耐心的把这个视频看完 并且订阅加点赞 下次你在操作的时候你才能找到它 首先我们来到的是 掐的GPT的这样一个页面啊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在滚动的一个页面 在这里呢 我这边就是直接把故事已经写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样一个聊天窗口 在这边的左边能看到这一排 这一排是我所有用过的一个 一个GPT的一个聊天窗口 但是呢这个窗这个聊天室呢 我是专门拿来生成一个故事用的 所以我在这里面用起来轻松自如 因为我已经把这个GPT已经训练好了 那么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非常的简单 第一步就是给我们的GPT设定一个身份啊 如果说你第一次用GPT 你还没有账号的情况下 那么小鱼儿也会把GPT的一个账号 放在下面这个评论器一个描述栏 大家可以去下面领取链接 假设你现在是一个写作家 擅长写各种吸引人眼球 引发人思考的故事 帮我写一篇高深感化一个坏人的故事 这个是我上上上期写的一个文案 今天呢我就非常非常的简单了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帮我写一个古代神话传说故事 1500字左右 看到没有就这么简单 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那么一个故事就出来了 而且这个故事我看了一下 还写的非常的不错 写的就是写的就是一个王国 有一个女王 还有一些神灵之类的 后面的话大家能看到我一个完整的一个视频 有了这样一个故事文案之后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的是人物 我们需要的是图片 我直接就跟他说 根据故事分进并描述 以英文指令回复 我会根据你的描述去生成图片 直接英文指令来了 我发现我这个英文有点看不懂 小游儿鱼真的不好 大家千万不要失去信心 你也可以啊 你也能做到 英文不好没有关系 我们同样再重新让他来一遍 根据以上故事分进并描述 有哪些人物 中文回复 并附上英文指令 我会根据你的描述去生成图片 这个很关键 大家可以暂停 把这句话记下来 直接人物来了 人物中文的描述 中文的描述英文指令 一共有十个指令 在这里我们的一个绘图的一个指令 就已经OK了 一个提示语就OK了 我们直接进入到第二个步骤 大家复制链铁都会吧 counter加say 直接复制 打开我们的discord 来到我们的米街里的这样一个页面 图片的话 其实我都已经绘制好了 在这里为了教我们的新手朋友们 如何绘图 我这边在简单的生成两组图片 在这下面大家能看到 这里有个对话框 上一期视频也教过大家了 如果说你还没有账号的情况下 那么下面的描述栏会有 米街里的一个合租的 非常优惠便宜的一个账号 大家可以去下方 描述区领取链接 在这下面一个对话框里面 然后我们点击一个斜杠 跳出来一个Image 这里有个框框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个正方形的框框 那么我们不要把我们的指令填到这个后面来了 我们要填在这个框框里面 粘贴Counter加V 在这个后面 这个指令粘进来了之后 还没有结束 在这里我们还需要给它设定一个 长宽笔 长宽笔设置 这个参数设置的话 我们必须要加一个杠杠 错了 我们在这里要空格一下 加入杠杠 AR 这是拼音 再空格16比9 大家都知道我们YouTube视频 里面的图片是16比9 那么这样就OK了 直接点击一个Enter键 在这里的话 我们是需要等待一个绘图的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公共频道 绘图的人绘很多 我们是需要 我们用的是一个合租的一个账号 比我想象中的要快 我以为要等两分钟 没想到马上就出来了 我们这边再来粘贴一个 同样第二个英文指令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我们直接粘贴这个英文就可以了 复制链贴 超级的简单 空格杠杠 AR 空格16比9 Enter键 那么在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图片已经出来了 这四张图片的话 我们选择其中的一张就可以了 或者两张 那我选择的话 我觉得第一张不错 我可以多背两张图片 那我就点这个V1 生成类似的 再重新生成几张出来 点这个V1 这会儿可能使用的人有点多 这个U的话是放大的意思 因为我等一会儿 要用这些所有的图片 我们是需要把它放大了 才能保存 大家能看到 我们生成好的图片 它是这样子的 生成出来的话 就直接是四张图片 四张图片的话 我们可以多保存一张 我们可以保存两张 因为怕一会儿图片不够用 保存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 刚才大家看到了 直接点这个 U1 U2 U1 U2 1 2 3 4 是代表这四张图片的一个序列号 那么点U就是放大的意思 大家可以看到 我下面这些图片都放大了 我们现在可以给它 点击一个右键 保存 保存 我们把所有绘好的图片都给它保存 图片可以多 但是不要少 一会儿不够用了 再来弄就很麻烦 我们争取多保存一些图片 首先我们要点一下 我们点左键放大 再点右键保存 你可以保存到你的一个文件夹里面 方便一会儿好找 看一下这个图片 哇塞 真的是有点吓人了 这个 你可以保存到你的一个文件夹里面 方便一会儿好找 看一下这个景色 真的美 米金里绘图真的是没话说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 真的 非常有大片的感觉 好了 我们所有的图片都已经保存完了 大家如果到时候图片不够的话 我们可以再回米金里里面来再 多生成几张就OK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刚才保存的图片 那么我们现在图片有了 我们的文案也有了 看一下我们的文案也有了 就进入到第三步了 非常非常的简单 大家 第三步更简单 就直接变成视频了 不要眨眼睛 看一下 打开我们的简印 我们必须要来到这个简印的一个首页 打开简印专业版 大家如果说电脑上面没有 可以直接下载一个 把它点击打开 我们在这里要的是文字成篇 点一下 输入我们刚才复制的一个文本 这里人物大家可以选一下 我选一个悬疑解说 如果说没有会员那就用普通的解说就可以 这里点击生成视频 我们选择使用本地素材吧 不用这个智能匹配啊 匹配会有点差 OK 这里也就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那么我们的一个视频就要大功告成了 还差我们的最后一小步了 OK了 已经直接 生成了 这上面的话 我们还是要把这个音乐去掉哈 我们就开始添加素材了 很简单的 大家 点这个导入 导到我们刚才储存的这样一个 依次把我们刚才生成的图片 加进来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可以边听边拖图片啊 因为你听的时候 你又知道它讲什么 因为我们在保存图片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混乱 所以我们边听边拖住图片 这样的话就会更加符合它的一个 说的和显示的是一致的 已经添加完毕了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里中间这一排 这一排全是素材啊 已经全部添加好了 而上面的文字 也自动帮我们生成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再给它添加一个音乐 这个音乐的话之前给大家讲过啊 可以到YouTube的一个后台去找一个 没有版权的一个音乐 声音太大了 在这里把这个音乐声音调小一点 那么到这里这个音乐不够长 我们还可以再粘贴一下啊 那这后面多的话 我们就直接把它剪切掉就可以了 包括在剪音这方面啊 之前小月也出过一期教程 大家如果说对剪音哪些 还有不太懂的地方 可以去看一下我往期的一个 剪音的一个教程 好了所有的素材也添加完毕了 那么这里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在古老的时代 存在着一个神秘而辽阔的文国 被大海和高山环绕 充满了神奇的生物和神奇 这个文国的名字是艾利西亚 它的统治者是一位仁慈而神秘的女神 名为艾利西亚女王 艾利西亚女王掌握着自然的力量 她的长发是一片生机盎然的森林 双眸闪烁着星辰的光芒 她又爱与和平统治着她的王国 是每一个生灵都过上幸福宁静的生活 然而 艾利西亚女王并非孤独一人 她有两威儿女 分别是太阳神赫里额斯和月亮女神赫卡特 这对神奇兄妹继承了母亲的力量 共同守护着文国的和谐 在文国的东方 有一座神秘的水晶山 水晶山上居住着一位智慧而勇敢的年轻神女 名为克里斯托弗 他的力量源自于水晶的奥秘 使她能够预知未来和掌握时间的脉络 有一天 一股黑暗的势力悄然逼近艾利西亚的王国 这是来自深渊的邪恶神灵 名为阿贝洛斯 她渴望夺取艾利西亚的力量 让邪恶笼罩整个世界 艾利西亚女王感知到了这股黑暗的气息 她知道她的王国即将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 于是 她召集了赫里额斯 赫卡特和克里斯托弗三位神灵 商议对抗阿贝洛斯的计划 在一场星光洒落的夜晚 艾利西亚女王与她的儿女 克里斯托弗齐聚水晶山巅 他们决定联合力量 又爱和希望的光芒对抗黑暗 每个神灵都贡献出自己的特殊力量 共同编织起一张强大的光之王 将王国护卫的严严实实 阿贝洛斯感受到了艾利西亚女王的动向 她愤怒地咆哮着释放出黑暗的狂风 然而光之王展现出无穷的坚韧 将黑暗一次次击退 在激烈的对抗中 艾利西亚女王的力量逐渐融入光之王 她化身为一颗闪耀的明星 守护着王国的边疆 克里尔斯、赫卡特和克里斯托弗 也化为绚烂的魔灰 与母亲共同组成一片璀璨的星空 最终黑暗被击败 阿贝洛斯被封印在深渊中 王国恢复了和平 而艾利西亚女王则成为人们心中 永不磨灭的神话传说 每当夜幕降临 人们仰望星空 就会看到她那颗璀璨的明星 守护着艾利西亚的文国 也守护着每一个相信暗和希望的灵魂 OK啦 大家看了啊 这个视频是不是还非常的不错 做这个视频 小鱼仅仅只是一个复制链贴 就一个视频就做好了 做好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点击 右上角这里有个导出 导出到你想要的一个文件夹里面去 选择视频导出 直接导出就OK了 大家看完小鱼的视频 是不是觉得非常的简单了 那这里小鱼再带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 我们总共就是三个步骤 第一步就是用我们的GPT 帮我们生成一个王岸脚本 帮我们生成一个英文描述 一个英文绘图的一个提示语 英文绘图的一个提示语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第二步呢就是用我们的米尖利直接来绘图 第三步呢就直接用我们的简映 就这么三步 就轻松的搞定一步 就这么三步 就轻松的搞定了一个短视频 所以说做视频真的不难 只要我们学会用AI工具 那么我们也会和他们一样 在这个赛道上赚到我们的第一笔钱 赚到我们的第一桶金啊 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视频变现 小鱼的今天视频就讲到这里 如果说大家觉得小鱼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那么记得一定要点击右下角的一个订阅和点赞 也可以把它分享给你身边需要的朋友们 小鱼也会把米尖利和Chat GPT的一个链接 放在下面的一个描述栏 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去描述栏 或者评论区寻找链接 如果说你们还想做其他的短视频 可以看小鱼往期的一些视频 都是教大家如何做视频 或者有如何使用一些AI工具的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